看到她的那個晚上 已經裝咖哩啦 有裝菜啦 幫我裝好 然後旁邊怎麼有泡泡 這我怎麼敢吃 然後我就是 意思意思夾個小菜吃 可是就沒有吃這一碗 我當然有提醒她們這個碗 要洗乾淨 要多沖幾次 結果過幾個月 女生就是說 我去急診 然後肚子超痛的 然後她就流掉了 然後應該不到三個月這樣 天啊 歡迎收看伊斯豪 伊斯豪 瓜哥 還有四位帥分美女 好了 伊斯豪 歡迎 還有我們今天三位特別來賓 嗨 有一位女王有分享 她從小洗澡 媽媽就會教她要搓那個扇 那綠扇啊 對... 那她就一直以為這很正常 那有一次那個男友出車禍 她就幫男友洗澡 然後發現她腰部有塊黑黑的 驅味 用力一搓就變超白 好有朋友 現在還有人不知道陸生 對啊 我們以前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現代技工 不是 以前不知道搓一搓... 還會搓成一坨 叫什麼 五分珠 還叫什麼之類的 對啊 真的... 我騎黑藥碗... 我騎黑藥碗... 吃五分珠 好有味道 但現在年輕人可能聽不懂 現在不會了 對... 但其實那些症呢 主要是脫落的皮膚的這個碎屑 對... 灰塵啦 然後汗這些物質 所以如果錯太過分 反而會破壞皮膚的這個屏障 太...過多或不急都不好 對... 那你皮膚就會容易 對... 好啦... 我們今天就來聊一些相關 好 聊生的問題 那... 我們今天一看這樣的一個陣仗 是... 還有旗子那邊 對... 今天就是來搶答了 搶答 你玩 那我今天跟小Call好了 好... 來... 洆湞 好... 這邊一定會答對 還有那麼厲害對 好... 我們馬上來進去我們的第一題 來 小婷最近被同學傳染腸病毒 請問下列哪個消毒方式 能正確預防腸病毒 一... 用昨天稀釋過的漂白水消毒 二... 用酒精消毒 三... 用紫外線燈消毒 哇... 這題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你怎麼站那麼近 嘗試去嘗嘗 嘗試去嘗嘗 嘗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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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亂掉 真的 你以為我這麼想贏嗎 採視一題 你怎麼把他弄過來 用生命搶 洆湞你有什麼這方面的經驗 因為我跟你說 我們家小朋友就是很愛吃手 他就從小就是不知道太焦慮 還是什麼 你有那麼大的壓力嗎 小孩子 我沒有給他很大的壓力 可是我大概從五歲之後 我沒有剪過他的手指甲 我都不知道指甲怎麼剪的 然後他永遠的指甲都比格格短 他咬的 我沒有看過他拿指甲刀剪 他也不給我剪 可是指甲都很短 後來我才知道他都是用自己這樣咬的 我就每次跟他說不要吃手... 就果真 因為常常吃手就染上成病毒 你一定會的 他那場面有什麼嚴重的事 他那時候這個喉嚨裡面破了好幾個 全部都是水泡 全部都是水泡 然後沒有辦法吃東西 然後上吐又下瀉 然後又發燒 然後那時候我為了照顧他 我就是把他放在跟我一起睡 我因為他這樣一個禮拜都沒上班 就是為了顧他 然後後來就是發現 就是因為他常常吃手 並重口入 對 他幾歲啊 他現在已經13歲了 但是其實還沒有完全改掉 所以他還搖手嗎 現在還是會 他又偷偷的趁媽媽不注意這樣 很難改掉 我跟你講你哪天拿顯微鏡把他的手 放大 偷一點東西 放到你們下 上百萬次細菌 是不是很有用 對啊 來 你們剛剛搶到了 你們選擇是 小Call覺得 因為你沒有小朋友 對 我沒有小朋友 那你猜在覺得 我覺得2跟3都有可能 但應該是2吧 2絕對不是 你真的是 是不是我今天是沒有用 那就是3 你一講就是錯 那就是3 你把錯的都講出來了 3 3 3 1好像是要看什麼病毒 好難喔 對啊 這3又不知道怎麼用 但是你不覺得 如果用3紫外線燈的話 就要照很久 那問題是家裡面 有沒有紫外線燈 對啊 沒有啊 這應該是很簡單的嘛 我看過那個診所 他們有為了要消毒 他們真的會放 是診所 那就1啊 所以會不會是有用 好 那你選 3 3 3 來哥 我們是同國的 你不要這樣 沒有 我已經講到這樣子了 那我就1 因為西式 一般我們都這樣消毒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就3好了 我在診所看過那個燈 我覺得醫生放那 一定有他的用 是 那你覺得3 錯就錯 好 沒事 對啊 3 不行我們 來 我們請韋力 小兒科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正確答案就是 YES 所以醫生放那個燈 真的有他的用法 他真的是可以殺菌 我們先講那個 腸病毒最好的 一般的建議消毒方式 就是用 西式的漂白水 是啊 對 但是這個題目 你看它多了幾個字 就是 昨天 漂白水本身是用它的 次氯酸鈉來殺菌 對 那這個次氯酸鈉是會 隨著時間慢慢的揮發 所以泡完一般24小時後 它的效果就慢慢差了 殺菌效果就減弱 我們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他如果選用未來 這題講 無聊 用明簽明簽 是是是 所以其實我們在衛覺 門診在衛覺 都是用西式漂白水 就是用10CC泡一公升的 10CC的漂白水 泡一公升的清水 這樣子去擦 不可以噴喔 因為它這個刺激性比較強 直接噴在皮膚上 眼睛都會不 開玩笑不行的啦 對對對 是拿來擦試用 所以這個 但是隔天之後 它慢慢的效果就變差 所以要用的時候 要再重泡就對了 OK 那第二個酒精 很多病毒它都有穿一層外套 叫套模的東西 那可是呢 像這個 新冠啊 流感這一類 呼吸道的常常都有效 用酒精 對 用酒精又有效 但是在 在腸道的病毒很多都沒效 腸病毒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用酒精洗手 是沒有辦法預防腸病毒 這個很常會講到 那紫外線 其實紫外線是幾乎所有的生物 都會都怕的東西 旁邊有皮膚科醫師問一下 就是 他們最大敵人就是那個 紫外線 就像我們最大的敵人 都是病菌一樣 那紫外線其實會殺死所有細菌病毒 但是對人體也有傷害 所以用紫外燈消毒的時候 一定要切記就是人不能在現場 對 月子中心也會犯啊 對 它照射到皮膚 甚至都可能癌病變都有可能 那眼睛受傷更多 第二個是 有照到才有效 所以你有些皺褶啦 或是沒有翻面對它的話 其實 所以我們在用紫外燈消毒的時候 都要把旁邊稍微淨空一下這樣 這是很重要的 其實最近腸病毒還是高峰 前一陣子就是有個小朋友 他大概一歲多 媽媽帶來 他就說這個媽媽其實是非常小 因為他是第一個小朋友 那他從來不會讓他去跟其他小朋友接觸 那帶去公園都趁沒有人的時候才去 而且媽媽從進診間 他隨身就帶著一瓶西式的漂白水 那看起來就很專業 因為他也跟我說他知道怎麼泡 那他甚至坐椅子都要先噴過椅子 才要坐上去喔 這麼小心翼的媽媽他就說 那我小朋友怎麼會得腸病毒 那我跟他講 其實腸病毒可以在室溫中 大概存活六個小時 他也說他都有用這個漂白水去擦 那我就說那你漂白水怎麼泡 他是用100CC泡10公升 然後每個月月初泡一次 用到月底 所以大家這樣就知道 為什麼剛剛反映是錯的 對 他大概第一天是西式漂白水 有用的 對 第二天以後就是 帶水出去而已 對... 所以這個預防上都要很小心 那小朋友得腸病毒真的很痛苦 剛剛講就是整個嘴巴破啦 吃不下 對 剛剛晨晨講 我們一般都建議吃的東西怎麼樣 布丁 豆花 冰淇淋 優格都很好 都是小孩愛吃的東西啦 對... 那如果真的還是不行的話 我建議是可以 因為冰塊融化就是 多補充水分的意思 是... 對 那那些枕子的話 可以擦一些質量比較高 那這樣就可以讓他舒服一點 度過那個七天的痛苦行程這樣 因為只要有一個... 小孩子不出去也不行啊 對啊 很愛差力 只要有一個小孩得了 全家人也可能都會吃 是... 加小孩一起 好 好 所以剛剛... 你要看到現實 用昨天吸字就不行了 是... 來 我接著我們下一題 內褲霉清潔好容易造成細菌滋生 感染 請問下列哪個洗內褲的方法錯誤 一 使用弱酸性洗劑 二 丟洗液機洗 三 精血用雙氧水洗 請講答 來... 你很強 很強 很強耶 很強 他用拳頭給我一拳耶 你有沒有這麼想講 你的反應怎麼那麼差 很快 是我來好了 這一題用刪去法 是 對不對 來 小柯先講 對... 因為你刪去的 就是會是...就是答案 就是答案 就是內褲沒有清晰 錯誤洗內褲方法錯誤 錯誤 錯誤 我覺得錯誤應該是... 第一個你覺得最不可能的 我覺得用弱酸性的洗劑 應該是對的吧 對啊 因為二絕對不可能 對啊 因為那細菌全部籃蠻之後會... 是啊 所以我本來想說二是錯的 因為... 錯誤的方法喔 雙氧水肯定也是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是二 因為都混在一塊 錯誤 錯誤喔 所以有兩個是對的 我覺得一跟三是對的 是不是變聰明了 你必須要考慮那麼久啊 要媒體到分析一下嗎 對啊 沒有 那第一 來 舉牌 好 我覺得是二 雖然說大家都往洗衣機丟 二 可是洗衣機... 丟洗衣機直接洗 對 可是他會... 要先搓一下吧 要不然有陷阱說 如果你有用洗衣帶什麼的 對啊 要先用手搓 來...這一題我們就要請嗎 余山 錯 錯 所以丟洗衣機是不是錯誤的方法喔 來 來 錯了你們要選擇的機會 一跟三 一跟三喔 二選一 驚血用雙氧水洗 雙氧水洗... 感覺是那個傷口 不是 可是雙氧水 就是可以把那個啊 驚血的那個化掉啊 用我們驚血髒的化 我不是不知道 我們沒有驚血 對啊 那你一直看到... 那你一直看到乃哥說 你... 你對著我講我不知道 就是沾到好像就是會用那個洗 弱酸性 因為我知道弱酸性是洗妹妹 但可能不是拿來洗內褲 妹妹是弱酸性 對 妹妹是弱酸性 對 妹妹是弱酸性 所以呢 對 我選一好了 錯誤的方法 對 錯誤的 好啦 因為那是拿來洗妹妹的 來喔 我們辣麼厲害的選擇的心 來 一 來 余山 沒錯 正確答案是 很有概念喔 因為剛剛是說弱酸性嘛 那也是對陷阱 因為我們私密處是弱酸性的環境 所以大家想說 那是不是要弱酸性的洗 但是其實因為弱酸性的起 清潔力不太夠 對 那我們私密處常常會 就是內褲會沾染一些 就是分泌物 那分泌物都是蛋白質 對 所以常常就是 如果用弱酸性 就洗不乾淨 就容易支撐細菌 是 對 所以就用一般中性的清潔劑 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答案 洗衣劑是可以的 就是你只要分其他的衣物 分開洗 然後洗乾淨就沒有問題 很無聊 所以丟洗衣機是沒有問題 對啊 陷進 那你要損出來 一沾到精血 也可以丟洗衣機去洗 不行 洗不乾淨 所以他剛剛說三 用雙羊水先把那個精血分解掉 對 清潔之後 你如果要再丟洗衣機也沒有問題 就把它洗乾淨就OK 但是因為內褲如果真的沒有洗乾淨 也會發生很多問題 就是內褲是接觸我們私密處的皮膚 直接接觸 所以沒有洗乾淨 可能會造成私密處的皮膚炎 然後陰道炎 然後甚至男生的話就有龜頭發炎 然後或者是肛門附近 都可能發炎的狀況 之前有遇過案例 就是三十幾歲的女生 她就說她很不舒服 然後來看診 就發現她私密處都 這樣子 那一看就是 那其實一問就發現她愛乾淨 然後想說那私密處的 就是內褲要洗乾淨 然後要消毒 她就會用漂白水去 消毒 浸泡 對 可是浸泡常常就是 如果你沒有把它沖乾淨的話 那我們私密處皮膚又比較膠嫩 對啊 那如果是接觸到皮膚 對 接觸到皮膚 它就更容易刺激到她私密處的皮膚 那就造成她就是接觸性皮膚炎 然後後來就建議說 就一般的中性洗劫器 把它洗乾淨就可以了 然後之後她皮膚用藥物治療之後 她症狀就改善了 是 是 是 然後想要問一下 就是我有朋友她是每 譬如說每個月 可能會把所有的內褲集中 然後用鍋子煮開這樣子 不是有什麼意思 這是消毒內皮的概念 這也是消毒內皮的概念 本來是抹布吧 沒有 它真的 就是有一個鍋子專門 怎麼會是內褲 每月是來洗內褲 它是跟抹布一起搬的 沒有... 那沒有可怕 如果是要煮上 它可能是為了要消毒清潔 但是重點是裡面的分泌物或什麼 你還是要用清潔去把它洗乾淨 而且請問煮完 那鍋子在哪裡煮 煮精湯 這專門是煮內褲 煮完以後再煮精湯 有... 比較濃郁的 不是 第一個 第一個它的方法就錯了 一個月 累積一個月再來 對啊 你那什麼衣服是好重喔 對啊 內衣褲就是可能過幾個月 如果用過就可以換掉 換新的 可以定期 那種內衣褲 也有更換的比較好 尤其有發霉 黑點 真的有的阿嬤內褲 來看皮膚科一脫下 用十年之類的 沒有辦法想像中洗膏 然後就說阿嬤你這內褲可以換 他說 阿嬤 你不想換 你也穿越似乎 不行啊 不行 現在你看看 你看看 剛剛答錯一下變平手了 我不要聽你的了 來 我們下一題請出題 洗碗是常見的家室 但如果用錯方法 可能會對身體造成影響 請問下列清潔碗筷方式 哪個正確 一 泡過水更好洗 二 用科技海綿洗 三 沖水沖多一點 這一題好像有一點點 這題真的有點 比較沒那麼好 去場吧 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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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題好難喔 還好啦 現在一瓶嘛 對啊 行啊 行啦 來喔 EKO來 妳 因為我自己還身邊 有人發生這種事情 是 洗碗沒有洗乾淨 他是新婚夫婦 然後那個男生是非常直男 然後其實本來 不太會做家事的這種 然後可是因為老婆懷孕 為了要表現 他要表現 因為老婆他彎腰什麼 洗碗是不太好 所以男生就變成要洗碗 可是他都洗不乾淨 那洗不乾淨他是那個 洗碗筋啊 就是還會流泡泡在上面 沒有沖乾淨這一種 因為有一次我還去拜訪他們 就是新婚夫婦然後搬新家 然後就 來一起吃飯 然後看到他的那個 晚上已經裝咖哩了 有裝菜幫我裝好 然後旁邊怎麼有泡泡 這我怎麼敢吃 然後就是 就是意思意思夾個小菜吃 可是就沒有吃這一碗 我當然有提醒他們 這個碗 要洗乾淨 要多沖幾次 結果過幾個月 女生就是說 有那個去急診 然後肚子超痛的 然後她就流掉了 因為不到三個月這樣 天啊 可能不是因為這個原因吧 對啊 所以她就是有這樣子 可以問一下 有可能是這樣嗎 醫師有可能那麼荒謬 也不一定 就是要看周數的前三個月 就比較不穩定 有本身的問題 或者是她個人真的吃到 然後刺激到不舒服 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他殘留的東西 或者是那個食物沒有沖乾淨 他可能食物就是有壞掉 造成他重度也有 食物重度之類也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機率不至於 你都洗到那麼不乾淨也太離譜 還是要洗乾淨一點啦 好啦 那剛剛是你們想到的 所以 所以你答案應該是 多沖一點 因為我也做過餐廳的經理 所以她是先 碗他們會分三個草 對 先泡水 然後再來是那個洗碗精的 對 然後再把它沖洗乾淨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一跟三都 哪個是正確的喔 清潔碗筷的方式 是問你哪個正確 沒有人家裡排序好不好 沖水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三啦 沖多一點 就是要沖乾淨啦 因為剛剛聽完那個故事之後 就覺得好像要沖更久 不要沖乾淨 應該是清洗的時候嘛 所以 正確 水要沖多一點 對 三喔 三 三 好 來 我們這一題 那我們就找 來 瑋莉 正確答案是 三 用字 用字 比賽啦 比賽 對 我覺得提議沒有講得很清楚啦 對 應該說 泡水有幫助 但是不能泡太久 對 我們一般一個餐盤 正常來說 就是大家假設 吃得也算乾淨的情況下 乃哥你知道大概 上面會有多少細菌嗎 不知道 大概六十隻 有統計過喔 六十隻細菌 對 就是一般一個餐盤 我們吃完一餐之後 上面大概吃完的時候 是六十隻細菌 現在是少啊 對 不多 對 但是如果去泡個水 十個小時後大家猜 大概會有幾隻 六萬 六百萬 六千 六億 差多 三千萬隻左右 六十變三千萬 對 這個是有科學證明 所以你想想看 剛吃完去洗就是六十隻 應該很簡單 那三千萬可能好幾層 而且各個細縫都有 那洗起來可能就非常的困難 所以那個泡水是可以泡一下 但不能泡太久 所以泡久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第二個是科技海綿 是在台灣也有很多人是用菜瓜布 對 其實海綿或菜瓜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有很多孔洞 對 那這些孔洞當然可以吸附很多水分 但也同樣那些殘渣 是一些細菌 對 它殘渣會進去 那又充足的水 那廚房通常都比較熱 這三個條件 就讓裡面是長滿著細菌 所以在國外也有研究 這個一般家庭的這個海綿 或是這個菜瓜布裡面 通常它細菌的含量是 我們最喜歡拿馬桶來比 對 大概是馬桶的二十萬倍 對 其實是一個非常容易髒的東西 那多久要換 一般是建議一週要換一次 正確的洗碗方式是這個樣子 第一個 髒污比較多的時候 先簡單用擦的 簡單擦 你又可以擦掉很多殘渣 跟這個油污了 那擦完之後 你可以用紙巾先擦完之後 再用熱水 或者是用一點麵粉 稍微去浸泡它 那這個大概時間就是 十到二十分鐘 不要太久 那油污就很容易去除了 那最後可以用乾淨的海綿去清洗 然後大概就一週換一次 那這樣的話 最後再用大量的清水去清 就可以保持乾淨 為什麼用麵粉 就是把那個油污可以吸 把它吸附下來 對 因為有時候油污太多 真的是不好洗 那在這個情形 我之前也有遇過一個案例是 有一個媽媽 她這個小朋友長大了 要上幼稚園 那媽媽要上班了 所以她就把小朋友 送去幼稚園之後 就發現 剛去幼稚園的前一兩個月 小朋友常常在腹泻 那結果人家別人 小朋友都沒有 就只有這個媽媽的 就只有她自己的小孩 常常在腹泻 那後來她發現 其實自己腸胃也怪怪的 那我就問她說 你食物飲食有沒有改變 他們其實都吃外食 所以她說一樣 我都是買那幾家 也沒有改變 那最後問一下說 那你這個清潔部分有沒有改 她說有 因為她本來是整天都在家 就是吃完就洗餐盤 那後來因為自己也趕著上班 所以大家全家早餐吃完之後 她餐盤就是丟著 那回來又是買外食回來 要吃晚餐之前才去洗餐盤 洗完都還沒乾 就再拿出來使用 對 那這個當然就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三千萬隻要洗乾淨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後來建議她這個做法 可能要微調一下 一個就是多準備幾套餐盤 這樣可以更換 或是如果真的真的做不到 那那個外帶的便當 或者是那個餐具 你直接用可能都比你洗半天的 要乾淨 對 所以她後來更新一下這個做法 當下就洗完 或者是用乾淨一點 再換一個餐盤 那這個腹瀉情形就減少了 所以這個可以提供給大家做的餐盤 我們有時候王醫師講的 家裡面環境要中上才可以 對 經常要太換 真的 不是 而且一週換 真的 好 現在是2比1 來 我們下一題 枕頭套超過7天沒換 就有可能滋生大量細菌 導致嚴重問題 請問夏戀哪個疾病 可能是沒換枕頭套導致的 1 耳朵發炎 2 眼部感染 3 腸病毒 請假答 好假喔 我還以為你在轉 是小波轉 我還以為他會輸成層 不是 因為 因為你手長腳長 你往上面抓 對 他人矮手長往上面抓 我為什麼要下面 他抓上面 真的 好啦 沒關係 我接你們的答案就好了 我先分享我自己 因為基本上本人呢 我的 我們家的那個請具啊 床單 我大概都是半年 半年 然後有一次比較嚴重就是 愛酒 對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的床很乾淨 所以我就通常就是半年一次 除非就是我已經睡到全身癢癢的 我才會想說 是不是該換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睡...睡到就是 覺得我全身就是 一直被那個小...就是被咬 然後就紅紅的一點一點 然後呢 巨癢無比 然後每天早上起來 就會變得很多個 一點一點一點 然後我大概就是維持了大概 我已經忍了一個禮拜 我都沒有好好睡覺 黑眼圈也超重的 我就忍不住 我就看皮膚科醫師 然後那皮膚科醫師就是 叫我掀起來給他看 他說就是 因為通常跳蚤都不是只有一顆 他就是三顆 或者是一片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被跳蚤咬 然後我就說真的很癢 他說對 跳蚤咬 咬真的會很癢 所以那時候他就給我藥跟藥膏 但是他跟我講說 你吃藥跟藥膏 只是就是讓你不要那麼癢 然後消炎 你要回家把環境消毒 然後呢 我第一個想法 我就說 我第一次說我們家客廳很髒 所以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我先清理客廳 你們要沒有這樣乾淨的 然後我想說 那這下應該不會被咬 因為我們家可能就是 可能有一些小寵物啊 怕就是因為他們 在客廳活動這樣子 後來呢 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還數一數 怎麼又多了幾個好癢 然後我想說該不會是床單吧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把家裡的就是那個房間 也整理乾淨 床單也換一換 然後呢再睡一覺的時候 我就很想說明天希望不要再被咬 就果然起來的時候就沒有被咬 所以後來其實是因為 床單很髒 一天一天就改善了 反正就是換過之後就不會咬 那時候妳結婚沒有 對 那時候妳結婚沒有 結婚了 而且跳蚤子咬我不咬老公 很奇怪 我其實有拍照耶 就是全人這樣數一數 大概一百多個 就是被咬到百個 真的 我現在還有一些疤 要不要看 可以了 對 因為就咬 這不能抓 不是 真的很癢 半年太久了 真的答案是什麼 一個兩個禮拜 三訓法吧 腸病毒散掉了 腸病毒不行 所以呢 因為我覺得是二 我也覺得 眼部感染 會癢 因為我兒子之前就是有 眼睛有點過敏 然後醫生 他不知道我們家的情況 我們家是滿乾淨 可是他就是說 那妳要不要換枕頭套去看看 對 但後來也是點藥就好 所以我覺得眼睛 醫生這麼說就是 可能是因為乾淨的問題 好 因為三不可能 你們選擇就是二 好來 我們請到我們 皮膚科 來 許醫師 正確答案是 是二 不難嗎 這一題不難嗎 不難 不難 先回一下 剛剛講說那個小Call說 跳蚤咬的問題 對不對 其實跳蚤真的會咬成群 然後他會認人 因為他 他是吃到飽嘛 他會認人 他會認人 真的是法輩耶 問到 味道 二氧化碳濃度都有關 所以常常同床的人 只有一個被咬 因為一個就吃飽了 幹嘛吃第二個呢 但是喔 就怎麼抓這隻 真的 如果是發覺都是 唇群在腿上 小腿上 那去找地板 是 所以如果是 要找地板 屁股啊 如果是腰啊 那還有內吐痕跡 邊邊有沒有咬偏偏這樣 如果是咬這裡 那可能是要找沙發 但如果 上半身肚子都有 第一個就要找床了 所以你看到 第二個就要去找床 因為上半身也有 然後它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所以要把那個 如果你床單要比較久沒換 就會比較多人氣 那就因為 好像有食物味道的芬芳 它就在那邊住下來了 而且有時候床上 有堆一些什麼玩偶啊 比較複雜啊 它就更多安全感 它就更多可以躲的地方 那這樣就是說 那個床單沒有換 其實本來最多引起的是 成蠻增加 造成鼻子過敏啊 對 異位性皮膚炎發作啊 氣喘發作啊 那這題是問說 那個枕頭套 對 不是每次都說枕頭套 如果一個禮拜沒洗 有研究喔 它又是馬桶蓋了幾倍你知道嗎 哇 為什麼 我半個睡在馬桶上 沒有 沒有 我半個睡馬桶 就枕在馬桶蓋上 你睡馬桶蓋 以後你也睡馬桶上好了 對啊 我今天回家就去換枕頭套 因為枕頭套到底多營養 它我們每天臉上有在掉屑 頭皮有豆頭皮屑 再來呢有時候會流汗 有時候會流口水 然後還有臉會出油 頭也會出油 加上有時候妝沒些乾淨 乳液沒些乾淨 所以枕頭套真的是 細菌超營養的 的一個培養品 那當然你說耳朵是在裡面 那我們好像說細菌 跑進去的機率不高 那那個如果是腸病毒啊 那是如果是很多小朋友睡的床 那是有可能的 但是眼睛是黏膜 所以有時候接觸到啊 或手揉到眼睛啊 它就可能會從這邊感染 那針眼是不是也是 也會 對啊 針眼也算是 那我講一個案例 因為有一個女的大學生 二十幾歲 她是南部的同學 但她來台北讀書 所以她去住宿舍 然後她的臉就是暴動 她說奇怪 我以前高中考試的時候 都還沒那麼嚴重 怎麼上大學之後變那麼嚴重 那其實痘痘變嚴重很多原因 亂吃啊 不睡覺啊 沒洗臉啊 沒有媽媽照顧啊 但是我發現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的右邊比左邊嚴重 那表示做一個局部的因素啊 那我第一個想說 你睡覺睡哪邊 你的枕頭套多久沒洗了 然後她就枕頭套喔 我每次都是回家的時候才洗 然後因為回家之後 她可以把它亮起來嘛 不然每天睡她沒有得換啊 對 所以她說我都是回家的時候洗 我好像一個學期沒有回家了 可以嗎 就跟我一樣嗎 就是很多細菌的溫床 所以的確她的枕頭套 就會讓她的痘痘變得比較嚴重 所以說我們說 到底枕頭套多久會洗 最好是說 每個禮拜都洗啦 尤其是臉比較有油的啊 抹乳液的啊 有化妝的人啊 她枕頭套最好每個禮拜洗 是會比較維持健康乾淨 這個我們前面的四題 剛好 現在是平手喔 不容易不容易 難分難死喔 對 我們第二趴是嚴選題喔 好不好 各位 擺一擺 筆要準備了喔 好 來 進行我們第二趴的嚴選題 來 第一題請出題 請問哪個家電會造成空氣品質變差 哪個家電會造成空氣品質變差 廚房裡面 還是嗎 應該是 那個 請問哪個家電 要廚房 哪個家 來 請亮板 對 你知道這是吸塵器還是掃把 就是我覺得以前是掃把 現在就是吸塵器 因為我媽很愛在我吸塵器用的時候 她就會說 小孩先不要離她太近 我就說她不就是吸眼 那就不要吸就好啦 不是越吸越髒 可是又看到頭髮我就受不了 跟你一樣 看到一片樹葉受不了 沒有 所以我不用吸塵器啊 你不用吸塵器 我不用吸塵器 我家裡用那種類似像靜墊那種 靜墊 你知道嗎 不是白色 我家是黑的那種 真好用 我每次在節目推薦 你過去就吸塵器 我說發明這個人超厲害的 現在開始吃 毛髮啦 屑屑啦 說哇 好乾淨 軟的時候 再用那個手拿的那個吸塵器 因為那它已經集中一圈了 你吸完以後 再用那個把它上面刮到的毛髮什麼 再把它吸乾淨 很好用 這邊用抽油煙機 因為我最近有搬家 然後搬家的時候 那個裡面 抽油煙機裡面 發現上個房客 衛生習慣非常差 裡面有蟑螂 然後我就還把他們轉開 那個抽油的那個地方 然後轉開 要把它洗乾淨 然後才發現 其實它是有可能會堆積很多 不好的東西 不是那是堆積啊 是會造成啊 空氣啊 對啊 因為它抽油煙機是循環的 它有可能會跑下來 您說用的時候 它可能不好 又飄出去 有時候又出來 這個意思 會跑到自己人家裡 大家是說空氣屋 空氣 對啊 你可能題目沒有看清楚 沒有關係 好不好 我們這一集我們請 蔡醫師幫我們解答 來 這一集的答案是 吸塵器或是掃地機器 掃地機器也會 也會喔 其實你們在想一件事情 你就知道說 這個你們都知道 只是你們沒有感受到 假如你今天在餐廳吃飯 你那個要打烊的時間 那個人開始在掃地 你吃東西你會不會覺得很愛用 對 那代表什麼 會飛起來 灰塵粉 層PM2.5 通通都會飛起來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個 它本來是要掃乾淨 可是你在掃的時候 它有一個氣流 或多或少都會把那些東西 把它養起 所以這個掃地機器人 或者是這個吸塵器 都會增加 暫時地增加我們的一個空氣的一個污染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之前遇到一個男病人 那我之前有一個是 他是小學的時候 是異味性皮膚病人的一個小男生 我那異味性皮膚病人 你知道就是 皮膚科為什麼生液會比較好 因為不會好嘛 就這樣 每個禮拜都來 看到都很熟很親切的 然後把它照顧照顧到還不錯 有時候起起伏伏 但整體來講 顧得還不錯 那後來他長大了 就唸大學到外地去唸書了 那其實我們本來 它很嚴重的那個紅紫的面積 都控制到只有區塊局部而已 那有一次他回來我會看 哇 這是怎麼那麼嚴重 百分之五十 全部都是又紅又癢 抓到都牢疼 然後我一問之下 我說你不是我之前都跟你衛教過了嗎 其實異味性皮膚病人的環境非常重要 絕對要愛乾淨 絕對是你的床單等等 這些全部都要講清楚 保濕等等 他說我都有 我很愛乾淨 甚至我還買一台掃地機器人 他在這邊滑手機 掃地機器人 就去床底下很認真地掃 掃掃掃掃掃掃 其實那些灰塵養起來還是會沉下來 但是如果你正在掃的時候 尤其是那個角落 掃得很乾淨 全部揉起來 我跟你講它絕對養到爆 所以其實建議大家 如果說你真的要用吸塵器 或者是這個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 對 有時候你不要說 很多人冷氣一開 開一整個月的他都沒在開窗戶 要有點環境上面你空氣還要退流 新鮮的空氣進來 如果你是異味性的患者的話 可能你就不要自己待在那個空間 或是自己去洗這樣子 是 好啦 所以這一題 恭喜了 一定會答對答對了 謝謝 吸塵器或者掃地機器人 對 來 接著下一題 小奶每天都會認真洗澡 但最近肛門出現次癢 請幫小奶排列出清潔方式的優先順序 方式 1 水洗 2 衛生紙乾擦 3 衛生紙是擦 來喔 這很簡單吧 你要寫1 2 3就好了 你覺得這送分題 對 來 答案是 都是1 3 2 對 先用水洗 對 再來是衛生紙 先濕了 先濕了 先濕四衛生紙 這就有點像免治麻糊一樣 免治麻糊一樣 對 對不是 來 我們就請 來 林醫師 林醫師 這次真的非常厲害喔 這樣子才會 在送分題 對啊 送分題 就是 其實就是真的就是 清潔順序就是要先用水洗 然後再用濕擦 那再用是乾擦 那乾淨 對 那我們如果反覆 就是有些人只是用衛生紙擦的 反覆去把肛門那邊去擦拭啊 什麼的 反而容易造成過度摩擦 有些傷口啊 是 會有腫痛啊 癢啊 之類的狀況發生 對 再來就是我們肛門其實會有一些肛門陷體 對 然後會分泌一些滋潤的一些狀況 那它也是一個天然屏障 對 你如果去過度把它摩擦 或是擦拭的話 那些屏障就是反而消失 你反而會容易感 就是不舒服啊 或是一些狀況 對 那之前就有患者 也是因為它說它下面很不舒服 那它可能有點害羞 不敢直接講 然後後來仔細問才發現 它是 它說它肛門很不舒服 很痛這樣子 對 那就是去看發現 它肛門處有蠻多的那種傷口啊 然後破皮啊 這些狀況 對 那其實仔細問他 比如說上廁所的狀況啊 或者是他擦拭清潔的狀況 是怎麼清潔 他說因為他都會用衛生紙 他說他擦得很乾淨 他每次大概擦四五次這樣子 一次都用到好幾十張衛生紙 對 那它是因為這樣擦到最後 都會有點破皮跟流血 對啊 那我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這麼認真擦 他說它是因為它之前沒有擦乾淨 所以造成它私密處的反復感染 所以我就建議他說要把它更改一下 你清潔的環境就是習慣 就是先用水洗 把那個大的髒污啊 什麼把它洗乾淨 然後再來再用濕的 把那個細節清乾淨 那最後就用乾的衛生紙 把那個水分吸乾就可以了 保持乾燥就可以了 對 對 然後清潔就會很乾淨 那他改變了習慣之後呢 他這些症狀就沒有再出現了 就是緩解了 對啊 有時候我跟你講 對啊 水洗都洗不乾淨 對吧 有沒有 免治馬桶就不見得洗得乾淨 不見得了 因為除非人可能坐很久衝很緊 除非你會移動 還要移動 還要找位置有沒有 還要左一點 右一點 上一點 下一點 對不對 這樣我家裡有免治 我都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我家裡面設計的就是 馬桶旁邊就是浴室 對 所以我完了 稍微擦拭一下 我一定要去洗 我要用自己的那個連膨膜去衝 我不用免治 還是很麻煩 對啊 洗是最安全 來 現在我們的最後一題 來 請出題 臉部清潔保養沒做好 容易看起來蠟黃 暗沉 請問除了正確清潔以外 建議定期使用哪類型保養品做換膚 這一題應該是女孩子比較有經驗 經常做保養的人 我不知道 字不會寫 寫注音嘛 不要 所以要不要被子 就這樣 好 來 酸類保養品 這女生都知道 這女孩子應該不能吃到 對啊 因為會換膚這種酸來做的 酸類保養品 來 我們請我們皮膚跟醫師 沒有錯 酸類大家兩對都非常的有概念 其實我們皮膚是一個工廠 然後我們的角質層 它就是每天不斷不斷的代謝 但是工廠開酒也會累 所以它有時候代謝的速度就變慢了 你就看到我們慢慢年紀變大的時候 就像那個酸打不開黏柱一樣 所以這時候用一些酸類 可以幫助這些老肺角質 黏柱的那些葉子掉下來 就會吸收得比較好 然後肌膚也比較明亮 是喔 我自己很有感覺是因為我 然後只要 對 然後工作壓力大 就整個毛孔就超粗大 我上前一陣就是我連續11天 每天都是晚接早晚接早 連續大概11天都是每天只能睡5個小時 我就後來發現說我整個皮膚非常暗沉 而且是暗到是你擦什麼美白都沒有用 就是暗 然後整個這個地方顆粒感變得很嚴重 然後妝就變得很難上 因為就一直出油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還是我去打一下飛縮好了 去做一下醫美 可是我問了很多的醫生都跟我說 你如果要做飛縮可以 可是最少要5天的修復期 可是我沒有辦法5天給我上班 所以真的後來還好是很多藝人朋友推薦 剛好是我一個很喜歡的一個品牌 然後他們家有出那種無痛的患膚精華 大概用了一陣子 就是效果超明顯 就是我連這邊的那個顆粒感 然後跟皮膚就是差很多 而且我今天是完全素顏 我現在完全素底可以讓你摸 真的 完全 真的耶 你看完全沒有粉 真的耶 完全沒有粉 對 就是我今天畫眼妝跟眉毛 很好 就是我今天有帶來給大家分享 來 來 就是這個 它是液態三重酸的患膚精華 這個三重酸我有特別研究 因為以前的患膚 大概都是一種酸而已 但是它這一罐裡面 它有加杏仁酸 蘋果酸 還有甘醇酸 就是它可以更完善 更全面去照顧你的這個毛孔跟代謝這樣 你會發現 它是有點像是 水乳狀的 因為以前的那個精華液會比較稀 它是有點像這種水乳狀 對 然後我跟大家說 像我這種40歲以上的 老實講我以前有一點怕換膚 因為你會覺得換膚有一個缺點就是 它會越換人家會越乾 可是你看它 我看到 除了吸收很快之外 因為它是水乳劑型 所以它其實非常保濕 很好吸收 它是吸收超快 對 吸收很快 而且不黏 就是不黏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很溫和 它可以早晚用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每天都用 都沒有關係 就把它當成像一般的精華液的使用 好 那我現在用這個保濕液 來測一下我現在皮膚的保濕度 好 現在看到這個是51 水分的部分 51 其實已經比 其實皮膚保濕度很多 但是它可以換完膚 保濕成度會變更好 那我教大家怎麼用 像我的習慣就是 就是我平常洗完臉 我就先噴一下化妝水 對 噴完化妝水之後 我大概就用像這樣子 半管左右 就現在放在手心上這樣子 然後你就稍微這樣把它推開 推開之後 你就開始可以在你的 毛孔粗大的地方按摩 像我就會在我的兩頰這邊 因為兩頰這個地方 只要毛孔一粗大 你就會非常容易浮粉 妝都吃不上去 然後最主要的地方就是鼻子這邊 因為鼻子這個地方就是很容易 就是會有顆粒這樣 對 這個地方就可以按摩 這個地方 然後還有額頭 我們這種常熬夜的 額頭就會很暗沉 對 而且你發現喔 你看我現在這樣用在眼睛附近 它都不會熏眼耶 因為一般那種 就是沒有 對 太酸 這個地方會覺得有點點 可是你看我現在用在眼睛周圍 我這樣擦 其實它都不會有那種 點點酸酸的感覺 不會熏眼 就會很溫和 然後它裡面還有再加一個 九生炭 九生炭它可以均勻膚色 然後裡面它是複合 它有維他命C 然後維他命B3 然後跟基礎草 所以就是又可以同時換膚 對 又可以緊緻 然後又可以亮白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小配膜 這個小配膜就是 你可以拿這種 有沒有便宜的化妝面 像我如果說 像膚臉一樣 對 就像膚臉 就自製面膜 這很簡單 所以有時候 我今天如果說我戴妝要很久 如果說我今天可能有四五個通告 對 然後這個妝可能早上七點 就要昂到晚上十二點那一種 那我就需要我今天皮膚狀態要非常好 才能吃妝 要告保濕 我就會在我化妝前 我就會先這樣子 這樣 濕敷 其實不用很久喔 就大概三到五分鐘 然後因為它裡面的那個保濕成分 就可以讓你的毛孔收斂 但我覺得它很棒就是 它又可以做到控油 但同時又可以保濕 又可以保濕 你就像這樣子 這樣敷著 然後就大概三五分鐘 其實比你敷一般的面膜來得快 因為一般面膜還要來個什麼 還要十五分鐘 而且一般面膜有時候敷完還會黏黏的 然後繼續洗一點 它這個不用 你就大概這樣敷 這樣子 然後你會發現 這皮膚是 有點有力透出來 皮膚是非常非常非常亮 非常非常亮 然後呢這個時候呢我再試一下 剛剛是五十一嘛對不對 多少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七十八 謝謝七十八 好高喔 我已經算是皮膚狀態很保濕的 你看還可以直接從五十一 比到七十八 而且真的 而且我覺得它還是會有那種崩潭感 所以這皮液態三重酸 患復精華分享給大家 我真的覺得現在很多女生都看不出來 她自己實際年齡是幾歲 真的 我想做得實在太好了 那我們來講解一下這三個酸 它分別是杏仁酸 我們的蘋果酸 還有甘醋酸 那我先介紹一下杏仁酸 那杏仁酸呢它是 脆土豬苦杏仁 那它很特別是 果酸家族當中唯一 輕脂性的一個果酸 所以它對我們的肌膚 輕和力加 那又非常的溫和 可以讓我們的肌膚白皙 然後又可以讓我們的肌膚 平衡油脂 那第二個呢 蘋果酸會讓你Q彈 這樣子的肌膚柔嫩明亮 那第三個甘醇酸呢 其實它是一個分子量最小的果酸 所以它可以穿透吸收 到我們肌膚的基底 那對於我們有一些紋路 可以淡化 然後可以緊緻 所以我們把這些酸類的這個 統統加在一起 就是複合酸的話呢 可以享受他們各自酸類的優點 然後呢 也因為配方的關係 可以降低它的刺激性 所以像我自己有一些那個 米弱肌膚的患者 他有時候問我說 蔡醫師我是米弱肌膚 但我還是很想要用一些 酸類的產品 我就會建議他們用 像這樣子的一個複合酸 才能把你自己 hold在最佳的狀態 對 最重要這個酸啊 它非常非常溫和 以前我們知道那種果膚 果酸患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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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很多那個都沒有 後來患到那個臉都受傷了 而且都反黑 對... 真的 好啦 我們今天這個階段成績呢 無庸置疑的 又是我們一定會贏 答對了 一定會答對 來 這個呢 你們辣麥莉亞對是無比試 可以啦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你們患膚 我幾乎每次來都中耶 真的啊 對啊 難怪你皮膚那麼好 每次來都中 有換有擦... OK 夾不住了 為什麼 夾不住 然後到才可以啦 因為我太濕了 你看看 很痛耶 哪裡要不要夾不住 你很會夾 這會痛... 他的皮好好夾 來... 皮好好夾 你夾一個就好了 我夾一個啦 好不好 來... 靠你了 那算了...這個這樣 我們去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來... 我最喜歡拉這個 好... 我本來沒有試過耶 你跟手下留情嗎 過年我們常常會玩拉炮 你知道嗎 好痛... 好痛... 你開玩笑 你嚇到我 好痛... 好痛... 心裡的聲音 他真的哭 他被你嚇到 因為大家都以為 你還有第二句話 你就...就直接來了 你還好嗎 我還好... 他只有一個耶 痛苦是比較來的 我看到他就覺得我還好 還好... 對 痛苦是比較來的 我跟你講 你的保水都不夠 對啊 很濕滑 很濕滑 他很濕啊 對 很濕啊 你很鹹啊對不對 太乾了 謝謝... 請回座座座 謝謝 有喔 你們遜呐不及掩耳的 這個東西要... 要不然有... 心裡有準備什麼意思 真的 好不好 今天我們講的都清潔的 對... 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很重要 對 麻煩小柯 是... 一個月內換一次成功 我今天回去就換一下 他講都以前的啦 對不對 真的喔 他說是上禮拜 今天我看他乾淨很多 因為今天有三個 好啦 所以我們現在考了很多相關 對... 清潔方面的這些嘗試呢 大家記起來 好 尤其該勤喚的 對 勤喚洗的就要勤喚洗 是 好不好 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一切平安 謝謝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